民众努力踩着改造单车 将西瓜和冰块搅拌成果汁 这是马来西亚卫生部派出的流动保健车 受邀来到吉隆坡金斯坦的开摘铁活动 用游戏推广健康生活的观念 预防疾病除了靠运动 饮食也很重要 慈激国际仁议会志工 深入遣除的方式 告诉大家如何吃出健康 有医院教育 因为我们有健康 有健康师 所以我们也帮助 吃点几点 然后就会变成肥胖 因为我们的羊群 有很多荣誉 慈激合作的公家单位 还包括社会福利局 社会保险机构 和地方政府等等 吉隆坡金斯坦 举办的开摘节照顾户发放活动 也邀请了许多伙伴 和社会贤達 一临见证 我们永远提供 NGO像SUCI 来帮助 因为在政府 我们不可以做 工作 alone 我们需要NGO像SUCI 所以我们可以 共互相互 为利益人 在需要 开摘节活动现场 职工特别挑选了 新颖使用的二手物件 让照顾户欢喜 带回家 负责职工李毕珍 接待照顾户时 遇上令他 感触颇深的一家人 受邀的照顾户们 都感受到这 缤纷多彩的世界 人人之间充满高情 族群之间浓浓关爱 促成一个 良善和睦的马来西亚 麦当爱 金龙坡综合报道